大家好,我是明板 这节我们来讲一下循环分页 一种新的分页方式 我们例子使用链加 我们拷贝这个链接到地址栏 粘贴回车 一种新的翻页方式 大家记得链加我们之前讲过 这是第一页 我们点到第二页看一下 pji 点到第三页 是pj3 链加可以用我们之前讲过的规律分页 如果要抓作业的话 需要将starturl改为中国号 几杠级 如果一到三页的话就一杠三 但是链加还可以用另一种 参业方式 大家看一下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循环分页 页码对应的url就是真实的网页链接 页码对应的url就是真实的网页链接 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看我现在将鼠标悬浮到爱这个页码 然后点击邮件 inspector 也就是检查或者审查元素 大家看它会将下面这个工具栏打开 这个时候我们不用点击webscript 我们就在这块 大家看它有一列是蓝色的 有一行是蓝色的 我们把移动到前面这块有一个 呃 间括号 ahref后面 我们把手标悬浮到这个字符串上 它会悬浮出一个网址 大家看手标放在其他地方没有 手标悬浮在这蓝色这一行的字符串上 它会悬浮出一个htps后面一串 我们点击右键 copy link address 然后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复制了 页码爱对应的链接 我们点击一个 打开一个新的网页 粘贴 回车 看它会不会跳到第二页 我们往下拉 好 它跳到了第二页 说明这个 页码 它所对应的这个链接 就是一个真实的网页 大家不用觉得说 它肯定就是网页 不一定 因为有的翻页方式 它下面这块 就不是一个链接 大家可以自己下去 找一下其他网站看一下 我只是说 如果它一马爱 对应的这个链接 我们复制它 打开一个 重新打开网页 它确实跳到第二页了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使用 循环分页 OK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使用循环分页 好 先刚才我们是检查了一下 用 下面的工具栏 检查了一下 它能不能使用循环分页 现在如果确定 它已经有能用了 我们就 现在就开始抓取 打开webscript 好 我们创建设计 地址栏我们复制粘贴 到starturl就快 链加create设计 我们需要先创建一个 我们需要抓什么 就创建一个什么 我就用 house吧 为了简单 我就只抓一个名字 如果大家需要抓 更多的信息 就可以 如果大家需要抓更多的 这些东西 就可以创建element 将这种块区域选中 然后再创建只选择器 选中 对应用的信息 我就会为了 演示 我就只选名字了 multiple选中 delay 选2000 保存 好 我们下面 我们需要将下面这些 印码的链接 给抓一下 add new select 再建一个选择器 page 我们就选为 link 大家注意到 我们刚才检测的时候 是 页码实际的链接 就是真实的网页 所以我们先要把 页码的链接抓一下 我们点击select 点击第二个 点击第三个 然后当select multiple选中 因为我们要抓 多个这个页码 delay 我们也选 2000 保存 好 大家注意看 接下来我要讲到 就讲到重点了 大家看 我们现在第一页 我们已经将 我们需要的信息抓到了 给大家朋友们看一下 我们需要的信息 房间名字已经抓到了 第一页都已经抓到了 现在我们 这个配置 对用的是后面这些链接 假设我们后面的 对用的 配置抓住的是后面这些链接 假设我们对用的 现在 它下一个就是add链接 我们点进去 之前我们说过 link选择器 如果有直选择器的话 它的直选择器会作用于 这个link选择器 主要指向的页面 现在我们这个link选择器 指向的是DIE 我们点进去 它这块 如果我们停下选择器的话 它就会作用于DIE 所以我们点到DIE 好 这个DIE 它就会在单独的 这个table里面 跳转 我们需要在这个 这个选择器下面 还抓一下 这第二页的这些名字 房间名 我们 add new select 也是house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第一页已经抓过了一次 这些名字 我们就没必要再创建一个 新的 选择器了 我们直接让第一页的 这个house 作用到DIE 不就可以了吗 有办法 我们edit 点击去edit 我们让 配置 作为 我们让这个house 也作为配置的 直选择器 我们就不用专门为配 配置就是创建一个了 点击 我们按住 control 或者 Mac下就是command 然后点击一下 配置 让它把两个都选中 这时候我们保存 大家注意看 这时候house 会有一个root 还有一个page 它的副选择器 即使入手 就是配置 这样我们点配置 我们点击配置 点进去 看它下面有一个house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 配置现在 我们宁可抓到DIE 我们点到DIE 现在它DIE 也有这个house 这个选择器了 我们点击 data preview 看一下 它就像DIE的这些 也抓取了 这只不过 省了我们一个 创建的 因为这个house 每一页 对于每一页 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 让它作为 每一页的 这个 自选择器 所以每一页 我们都可以 重复利用 用一下 第一页的这个规则 好 我们在DIE 已经抓取了 房间信息 但是我们DIE 我们要让DIE 知道 它也需要抓 后面的这些链接 刚才我们只是 在DIE 抓取了 这些后面链接 让DIE知道 我们要抓取 后面链接 我们需要让DIE 也抓取 后面的这些链接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 新的select 然后link选择器 然后抓取 后面这些链接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操作 我们在DIE 也做过了 我们DIE 我们就删掉它 我们DIE的时候 创建的这个配置 就是抓取的是 后面的链接 所以说我们在DIE的话 我们就直接可以 也复用DIE这个的 我们在DIE 要创建一个 配置选择器 抓住后面的链接 我们就可以直接 复用DIE的规则 直接可以用 配置这个规则 我们edit一下 让这个配置 作为它自己的 这选择器 对大家注意 一个选择器 它可以是 自己的S 我们保存 大家看一下 我配置 现在它对应的DIE 我们点进去 看它 我是点进去了 大家注意 上面这块 我点击 我是点到DIE了 它DIE有一个house 将房屋的信息 抓取下来 然后配置 也将后面的 第三页的信息 抓取下来 我们再点进去 第三页 它将房间信息 抓一下 抓后面的链接 第四页 第五页 第六页 一模一样 循环下去了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select数 大家看 这是root 这是第一页 house抓取房屋信息 然后抓取 后面的一页链接 2345页链接 第二页 我们点进去 第二页抓取房屋信息 后面是34567 这些一直到100 第三页一样 第四页一样 它会一直到100页 这就叫做一个循环 但这块可能 大家有一点复杂 大家记住这个套路就可以了 这块是有规则的 我把它重新删掉 给大家重新演示一下 如何创建 如何使用这个循环分页 我们先创建一个选择器 就正常一样 抓我们需要的信息 比如说我要抓这个 名字 名字 然后当selecting 当selecting 给Element Preview检查一下 它是全部抓到的 Motive我们选中 Delay 选2000 好第一步我们保存 然后我们第二步 我们拉到最下面 我们需要抓取链接 我们跳到收页来抓 因为我们要 扎水的时候 是从收页开始扎的 我们Link是要用Link选择器 Page 我们跳到最下面 好Link选择器 我们选择 我们点击select 稍等一下 这个网页加载有点慢 我们点击select 然后点击这个 第二个 再点击第三个 没没点中 我们重新点一下 我们点击select 然后选中第二个 选中第三个 同样的它会同类型自动识别 把后面全部都选中 然后点击当selecting Multiple选中 Delete我们也设置为2000 然后保存 好我们现在 抬到house下 让它按住Ctrl 点一下Page 让它作为Page的自选择器 我们保存 然后我们 跳到Page上面 也按住Ctrl 点一下Page 让它也作为自己的自选择器 然后保存 好了OK 我们现在已经 设置完了 循环翻页已经设置完了 大家点击Page看一下 它就会是这种情况 我们再点击select的数 查看一下 对它是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已经设置对了 好我们现在开始抓取一下 大家看一下它是这个 翻页的情况 我们往下拉 看一下它的页码数 大概100页 它有时候会就是 从后往前 因为之前说过 它这个 它将1到100页的 全部抓到以后 它是按什么顺序的 我们不用理会它 但是从大到小 还是从小到大 大家看它跳到99了 看它下一个可能是95 因为我就是测试的时候 会发现 它有时候可能就是 会按基数 然后走一遍 然后回来再把偶数 给走一遍 这次它又是96页 我以前抓这个的时候 它有时候 有的网页它会就是 基数就是 走一遍 然后回来再把偶数 给页码给走一遍 看它就有时候 就会跳跃 但是它大家发现 它是会全部抓取完毕的 我先暂停一下 等它转 OK 它已经转完了 我已经将这个抓取好的文件下载下来了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Excel 我们看一下它抓了多少条 我们拉到最下面 它这个3001条 去掉表头 什么抓了3000条 3000条的话 我们看 它总共有100页 我刚才数了一下 它一页是30条 什么它3000条 正好全部都抓到 OK 那这就没问题了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CSV文件 我们跳到最上面 大家看第一列和以前讲过 第二列是个start URL 这就是那个网页的地址栏 这个信息 这个house 这是我们的结构体的区域 再看这个page 这个page的话 它不是按顺序的 它是比较乱的 但是它这块是按什么顺序派的 我们不用理会它 只要知道 它把数据全部抓下来就行了 再来这块的链接 3499 这就是我们 下面这块的 页码 页码 它本身就是一个链接 对应的URL 这个 但我们只抓了3000条 但是它这块 显示的是 42,550套房间 这就属于正常 它链接这种网站的话 它不会将 4万条房间 全部给你显示出来 它也怕其他 就是竞争者将它的房间 全部抓去 就是做一些 就是其他操作 就是它针对不同人 就是只给你展示 3000条房间 它可能也有你其他一些消费信息 可能大家看到的这块 首页和我的首页是不一样的 它可能针对不同人 给你推送不同的价格的房源 这块如果大家发现 就是你的 你的首页和我的首页不一致 也是正常的 OK 这块就 循环分页就讲完了 但这个循环分页 它的 什么情况下循环分页 就是叶玛定用的URL 就是网页的真实链接 这块如何判断 我们就前面已经讲过了 但链佳并不是说他 他就只能用这种分页 就是说链佳我们之前讲过 他可以用 规律分页 大家看PJI 然后PJ3 每一页都是后面都是PJ级 可以用规律分页 能用规律分页的话 我们就 不采用这种循环分页 因为规律分页比较简单 没有循环 这一 一套上循环就 比较复杂 OK 这节就到这里